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仍然在做筆奸 不停在寫稿、抄稿 晚上黎小田或李小龍問 爸爸為何你還不睡覺 你先睡吧 爸爸 再寫一會就睡了 你乖 白燕突然從房間出來 老公為何你還不睡覺 快點休息吧 身子已經不可以了 然後張摩尤 拿一個小手筋拿出來 白燕就尖叫 老公 為何你吐血 這些我這年紀的人最記得了 基本上當年的絕症 九成九都是咳到吐血的肺爐 肺爐的英文叫Tuberculosis Tuberculosis 在當年香港 癌症未取代它之前的頭號殺手 我戴著口罩都很鬆 經常掉下來 當年經常都形容七級 肺爐鬼 看到那些小朋友很瘦 好像小花一樣 瘦到寒曬杯 面無四兩肉 面有菜 當年經常在心裡 吃的小花一樣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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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時候都會說 哎呀 比開它 死人肺爐鬼 肺爐 其實香港開埠 已經是有的一種病 曾經在1912年 廢勞甚至死亡率有12%的人死於廢勞 而去到1930年代 基本上有30%的人死於廢勞 去到1938年香港最嚴重 為什麼呢 當時同時之間被天花和廢勞 同時之間肆虐香港 令到當時香港人真正東亞病夫 不是天花 又是廢勞 令到當時的殖民官頭都行埋 而1939年所有的死亡人數裏面 佔得死最多的就是廢勞 可以說是當年香港的頭號殺手 那廢勞是怎樣的呢 廢勞當然會出現一些咳嗽 時時會發燒 體重下降 吐血等情況 也會食慾不振 晚上出夜汗 臉色非常差的情況 特別是在一些小朋友 長者 或者免疫能力 免疫系統出了問題的人 雖然有這樣的事 醫治廢勞其實都頗頭痕 因為廢勞是一個頗長的首尾病 起碼要醫治半年 最初那六兩個月 隨時要吃四種藥 之後那四個月就要吃兩種藥 有時拉一下就超過一年 或者更長的時間 很難斷尾 現在香港其實每年都有大約五千人 一分鐘仍然是種肺爐的疾病 證明並沒有像天花那些地方 小兒麻痺那些地方 完全根治 每年都有這些情況會發生 香港真真正正被廢勞搞到頭都大了 其實就是在香港的戰後40年代和70年代 阿奇 你覺得為何會在40年代至70年代 香港這個廢勞搞到頭都大了呢 那時的科技 醫療系統還未完善 醫療系統還未完善 還有另一個問題 40年代就是中國打完日本仔 去到1949年就會打什麼 中國的內戰 其實還未在讀理科 歷史也不熟悉 接著去到70年代 其實香港亦都接收了很多大陸的難民 當時我們都經常講過大躍進 大躍進帶來的就是叫大饑荒 大家都可以想想 戰亂的時候 那些人或是從光之後衝下來香港 49年中國內戰來了香港 然後60年代的大饑荒 亦都走了很多的中國人來香港 突然之間來了這麼多人來香港 其實基本上香港出現了一個很頭癢的問題 就是沒有想辦法 承載這麼多的一些突如其來的人口 在醫療上面和居住上面的問題就很頭癢了 那麼中國人當然血龍於水 經常都要接濟同胞 接濟鄉里 那怎樣做呢 那就是在一些環境裡面平面的房子 可能祺和太太住的 可以招待兩個人的 但是她老美突然之間 她姑姐又來了 跟著她姨媽又來了 跟著表哥 表嫂帶兒子來了 那麼突然之間來多五個人 那家裡原本住兩個人 還有一間房間就來了七八個人住了下去 那時候很多居住的環境 就是住所的配給和available的flat 亦都是居住的問題 令到很多人住在一起 有些地方 甚至是三四百尺 亦都分租四五個地方出去給別人住 那麼很多人堆在一起 那麼堆了太多的人頭 就很容易擴散這個肺爐的疾病 那肺爐的疾病 可能現在可能大家都覺得 都不是說在香港裡面很盛行 但是其實大家有所不知 現在在發展中的國家 以及在非洲的國家裡面 廢爐仍然是很大件事 西威也都是要浪費很多的人力物力 去這些國家裡面去醫治廢爐 那我不知道列大夫有沒有機會 就是第一次在列大夫中醫教室裡面 跟他講講關於廢爐的問題 因為他經常都出去疑診 但是我知道列大夫近來已經解禁了所有的疑診 第一 減少接觸 不明白 即是不熟悉的人 同時之間也無謂 令他自己搭飛機受到韓班上 有些中國人的感染或者怎樣 有機會問一問他 在外國裡面 譬如他經常去尼彭尼 去非洲 這些國家裡面 廢爐會有怎樣的影響 那麼現在我身處的地方 大家如果在老香港 就很熟悉的就是 就是律敦治醫院 律敦治醫院 其實最早時期應該 後面這個平台 這幾層樓 就叫做律敦治療養所 主要是什麼呢 其實主要是一個 給當時肺爐的病患者 集中去處理的地方 今時今日它已經擴建了 整個山丘仔 已經有很多不同的大樓 接觸的專科 不單止肺爐或者肺病 但是律敦治 就是出名的 就是治療肺病的主要醫院 在1940年代 那時候的律敦治家族 還有這個 大家看看他叫什麼名字 律敦治的家族 還有這個 周錫蓮 胡兆次先生 在1948年 就是戰後重光 沒多久 在中國各共內戰之前 成立了香港的防勞會 他們捐了很多的錢 去醫治一些香港 得到肺爐病患的人士 而當中 勒敦治是捐錢捐得最多的善長人翁 所以他的家族 就是拜火教的家族 其實他們對香港的 醫肺病的貢獻 真是很不得了 得人因果千言記 大家香港人 真是知道 這個善長人翁 在外來的人 視香港為他的家 在抗疫裡面 防止疾病抗散 他都出了一份很大的力氣 各位網友 如果我弄錯了 那個舊子 如果不是以前的勒敦治療養院 不知道是否應該拆掉了 但是一個比較舊的建築 都是勒敦治醫院附近的 總之記得是勒敦治 很多為香港當年 除了殖民地的政府之外 也有很多所謂在外來的人 例如勒敦治療養院 波斯人 他是跟Freddie Mercury 同一個祖宗 都是在印度的波斯人 不是印度 是伊朗 現時的伊朗 現在的伊朗 只是猜波斯 是現在的伊朗 我知道 但他是流落去了印度 再被人迫害 他要離開 為什麼他離開了印度 這又是伊斯蘭的問題 因為伊斯蘭入侵波斯 很多精英就去了印度 現在還有一些波斯人 是在印度 是在這裡住的 他是拜佛教徒 沒錯 他的墳墓 在大院有其他跑馬地的特輯 也有介紹過 摩地 摩地 得人英改千年記 看到很多完善的醫療制度 都是上世紀的鮮烈 還有很多外來人 這些慈善家 雖然他們真的以港為家 他們來到香港 他在香港做商業 他賺到錢 他貢獻回香港 大家剛才都看到 一個高等的白人男子 和一個黃種人 面有條 好像老夫子 畫那些奇形怪狀 山蕭 那些夜叉 那樣的人 照廢 其實認真 劉漢拉 不是 這個只是客觀描述 我講畫面給大家聽 但是 其實反過來 逆地而出 我剛才在畫面那裡想 這個 那個白種的醫生 真是有制勢為懷的精神 你試想想 如果你是他 整個這樣的山蕭 像穿虎皮 虎炮別墅 畫那些夜叉 那樣的知難人 又知道他 不知道他第幾級廢爐 還要跟他照廢 你不會厭惡他 就是那個博愛精神 反過來 你有沒有見到 拉丁美洲 中東 亞洲非洲的人 去為白人做這些事情 有的 這些人一定要移民到 美國第三、四代 這樣才會做 嚴格來說 已經不是那些人 等於亞洲人 中國人 移民去 像你那些高等華人 移民去加拿大 你已經墮入了加拿大人 痛化了 我們先看看十四張圖 以前我很記得去美而廉的西餐室 茶餐廳也有 茶餐廳也有 現在可能還有一兩檔老牌的茶餐廳 很少了 還有 因為曾幾何時 這就是當時廢勞高峰期的時候 這就是衛生署 這也是要說說殖民地的官員的水平 無論是文化水平 或者他的所謂宣傳 宣播教育的水平 你講得好聽些就是 Advertisement PR 你看看別人以前的出口成文 他起碼有文化修養 甚至你想想英國殖民 認識一條糞的漢語嗎 亦都有一堆的AO的外國 其實他很用心去研究 香港的文化中文 很多的港督 其實都是廣東話囊囊上口 當然 所以他懂得品評哪些文案寫出來就好 這篇當然是改的 圓牌是怎樣的 圓牌是怎樣的 圓牌就說是 隨地拖譚 得人真 罰款二千就可能 傳播肺炎由此起 肺爐由此起 肺爐的 肺爐 衛生措施要遵涵 要遵涵 那圓牌是改了 這個也是在網上的 有的 我沒有看到 好了 我回來了 留了補充 通常的桌子下面 就有個譚冠 以前是 我們都很不想明 為什麼 吵譚這件事 吵起老美 這麼多中國人會喜歡 這個真的很難解釋 為什麼呢 我也看了不少中外的文獻 到底為什麼 西人又不是 不是西人沒有譚 如果大家看踢足球 你就知道 其實鬼佬也有譚 就是有譚 踢足球的時候會套 但是不知為什麼 這個可能 我懷疑 就是跟衛生的進化有關 大部分的華人 都喜歡做煙產 煙產是野譚 當然也是 這個有些關係 也有些文獻 就說什麼呢 就說 中國人套了些譚是好的 怎麼說呢 因為譚裡面有菌 如果你不套 你吞了它 其實它說菌會留在體內 它的意思 有些人是這麼說的 但是有一個習慣的 就是套完之後 通常用鞋 用鞋 真的很穩定 你腳踩在它 全身也是 總之 這樣說 我經常都是 我也很明白 有時候逛街 突然現在是男人 我不知道是女人 我就是男性 你突然有一股 彈上頸 你說 我不想吞了它 好像很噁心 但是我身邊又沒有紙巾 你找過 有那個 叫什麼 好像街上 叫什麼 坑渠口 你套下去 這樣也好些 但是有些人真的 周圍套 或者你套在街邊 或者什麼 有些人 好像你剛才說 現在大陸人 都是這樣的 套完 還要找一隻鞋 拆 我覺得那種動作 很噁心 因為你 其實你弄在鞋上 很骯髒 你怎麼會自己 找一隻鞋 在那裡 是啊 真是很奇怪 那樣東西 我真的很奇怪 那樣東西給大家聽 我比較少探 我習慣沒有探 除非我真的感冒了 沒有辦法 我明白 但是平時我真的 沒有怎樣 那些 不會這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很容易有痰 上鏡 我會的 因為我們還是處男 看到女人 就容易上 多些痰 吃了太多好東西 你肯定是 你肯定 現在我仍然看到 在一些 老人家多的地區 例如西燕盤 深水埗 我經常都見到 那樣的女人有痰 我見到 都會忍不忍到 而且他們到處套 坦白說 我明白 因為有些事情 如果你是年紀大了 上了年紀 或者什麼 他可能真的很容易野痰 你不就套在街邊 找個 其實找個紙巾 所以你擺在袋子 看得到十通 它有就當然有 但你沒有 我都明白 我都可以理解 我都可以體諒 你明白嗎 如果你找過那些坑渠 因為有些坑渠 其實是有水 其實都是說一句 找一天有機會可以去 左醫師的左交診療所 聊天 其實是低端人口的問題 真的 真的很難搞 低端人口 是一個低端人口 可恨之處 好了 我講一些故事給大家聽 大院友樂 我在這個場合 公開多謝一個 已故的一個 我們神交了很久的朋友 我不認識他 他也不認識我 但我看了他很多的著作 亦聽過他很多 以前在香港電台做的節目 他叫吳浩先生 吳浩先生 其實有很多我在大院友樂 做的資料 其實都是借經於吳浩先生 吳浩先生 曾經在香港老花鏡 講過兩個故事 就是關於當時廢奴很流行的時期 大家都知道剛才是雞雞說 隨地道談不得人真 罰款二千有好人 誰知道真的有一條廢人 當時的交通工具 還沒有地鐵 他最主要過海的交通工具 知不知道是甚麼 搭船 小船 那隻傻子就 但是他好些 雞雞坐在這邊 這邊就是海 然後坐下海 但是剛才撞到溪賊 什麼叫溪賊 我知道 就是那些 inspector OK 然後溪賊就說 你怎麼撞到的 你怎麼撞到的 他撞到的 沒有身份證 但是馬上給他告票 要罰他錢 當然了 廢奴 但是天星小龍都撞到的 但是廢奴沒有了錢 他就沒有錢 所以要上角 法官就問他 你怎麼撞到的 退談 他說 他當然要撞到的 他說 你明明知道現在有廢奴 你不撞到的 你不撞到的 他說 我真的知道 但是你看看你那個牌 他說不要在船上撞 我撞到海 那我怎麼撞到的 法官就基於這樣的精神 放了他走 這個法官很開明 很開明 捉到自殺 你也知道 廢奴 也是跟別人隔離的 剛才我不是說了 有勒敦寺的療養院 其實就是集中 那些廢奴鬼就蹲在那裡 住療養院 其實也有一些 也有隔離 隔離的時候 廢奴的隔離形 就是在這個尖沙咀的七咸道那裡 就是現在搞得沸沸揚揚 說什麼地方都要隔離 就被人跳空 吵架 有對的 我覺得政府要有一些隔離營 其實沒有了厚非 但是在一個取子的地方 有沒有足夠的透明度和諮詢 這一點就很重要 當時的英國人就沒有那麼笨拆 就特地是選一些比較僻遠的地方 就是尖沙咀 雖然是尖沙咀 但是當時的尖沙咀 還沒有那麼旺盛 以及近軍營 OK 在這個情況下 就沒有人敢吵 七咸道的隔離中心 其實就是 如果你懷疑 你接觸那些肺爐病 你可能邀請你去那個地方去住 還是怎樣 甚至有些療養院給你去住 曾經有一個療養院 就在罵了一宗很有趣的新聞 原來你住療養院 就很有趣 早上早餐就吃12兩米飯 還有菜 下午就不要吃那麼多東西 你吃多東西就眼睡 就糟糕了 給你吃粥 晚上再吃12兩米飯 兩餐一粥 兩餐一粥 好營養 很多人被他捉進去 寄什麼不思熟 落不思熟 原本不知道叫什麼 寄什麼就不思熟 很開心去住 還有一口飯吃 有些姑娘和阿嬸去招呼你 連女兒 包食叔 環境又寧靜 這些肯定是寧靜的 正心休養 當然 即是高尚住宅區 竟然有人很想法 賴死不肯走 不奇怪 還有些人潛入去 假裝病 霸床不肯走 有趣 有趣 這些真的沒有辦法 如果我們 當時生活艱難 你可能找租床位 或者什麼都很辛苦 去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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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少英 講明明將會游出來 將會游 concern,將會游想的方法 霍嫩就是由霍嫩胡菌所謂人氣的急性長道傳染病 患者會出現輕微的宿射忽痛 卻有機會嚴重脫水而死 根據2018年衛生防護中心的傳染病按月統計數字 2017年只出現過一宗霍亂 不過在1937年的香港曾經爆發過大型的霍亂 更加造成1082人死亡 中間有1690人染病 有指第一宗霍亂的個案在九龍城出現 隨後蔓延到旺角、深水埗等地區 異戰後大量的難民、勇港、居住環境惡亂 加上市民的環境衛生意識不足 霍亂疫潮再度爆發 香港在1940年和1961年間曾經宣布霍亂疫區 一共造成500人死亡 差不多800人感染這個大規模疫情 後來港府大力清潔街道 推廣個人衛生意識 霍亂疫情才能控制 已經將近10年再沒有發現過霍亂的香港 在1978年7月中 又再宣布列為霍亂的疫埠 令大家心頭蒙上陰影 霍亂是殺人多傳染快的疫症 對於人煙囚物環境衛生交叉的居民 威脅特別嚴重 老街坊到現在仍然譚腐色變 我現在說霍亂這種疾病如何危害香港 1969年6月下旬 九龍的大國咀地區一個老翁患了霍亂 隨後先後在九龍和新界的地方發現了幾宗 所以在那一年裡 本港三次被宣布為疫埠 1963年6月底 本港發現了首宗霍亂之後 幾天在人口擠迫的大國咀區十多條街上 陸續發現有帶菌者 所以當局只要將九龍七咸道集中營臨時 改為一個嫌疑帶近者的隔離營 搞到當時很多男女老友進去被人觀察 在裡面隔離的人普遍展開了防疫注射 但仍然搞了半年 去到12月中才宣布解除了疫埠這個名字 當年霍亂的患者 一百一十四個 直接死的就有四個人 1961年 六二、六四這幾年 不斷有霍亂症 雖然不是很厲害 但先後也有二十個人死於霍亂 戰後的香港霍亂 最厲害的就是1946年 那年盛暑中發現霍亂症有五百十四宗 先後死在這個疫症裡有二百四十六人 即是差不多只有半數患者可以獲救 因為疫症槍缺一時 九龍滿城風雨 在1940年那次霍亂在本港流行 在八月間的盛暑中 首先九龍城區發言霍亂 很快就傳開來了 中間的神棍乘機作怪 又說有些掃把星出來 牛魔王下凡搞亂 只有見招求神才可以消災 然而在千花帶之會同時 霍亂已經蔓延到旺角深水埗 尤麻地等等的地方 有人千居港島避難 不少人露宿街頭 霍亂的病菌亦被帶到港島區全開來 所以這群神棍又去了港島搞事 打招、武師、武火龍、台神像有佳 賣香濃灰、賣神符等等 混水摸魚、大刮粗籠 但霍亂都是如火如荼繼續掃下人 神棍有四位山坡謠言 當時是多災三殺年 凌晨也搞不定 那群神真的無能為力 那時差不多是中秋 那群神棍煽動大家 不如你們把竹秋當作農曆年過 那就可以提早完三殺年 可以消災解爛 所以在中秋夜 有千花台神像游佳 沒有火龍 那年的秋風吹得早些 中秋過後沒有了 中秋風送爽、暑氣漸燒 那霍亂菌就失去時宜 也逐漸消聲匿跡了 很久之前也有相傳過 香港居民傷亡最慘的一次霍亂流行症 就是距離現在八十多年前的1894年 當年5月10日發現了第一宗霍亂 並且很快地蔓延開來 一化不可收拾 只是6月7日一日之內 總共有107人死於霍亂 另外日日當然有人繼續死 很多人離港避災 人口馬上減了八萬、九萬 當時市面一片蕭條 直到九月初這個疫勢才慢慢緩和 但三個月內死於霍亂的本港居民 已達到二千五百多人 霍亂的潛伏期通常是兩至三天 症狀包括劇烈的輻射、嘔吐、嚴重脫水 如果不可以即時醫治 可能會導致死亡 霍亂胡菌是在海水裡的 海產食物可能會受到霍亂病菌的感染 如果牠生吃 或者吃一些未經煮熟的受污染食物 就可能會導致霍亂 另外如果不小心地吃了受患者 或者帶菌者的糞便 即是吃牠的糞便 或者吐吐物 或者食物有機會感染到霍亂 或者預防食物傳播的疾病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大家 安全的溫度 這幾樣大家要記住 大家只要跟足有效的五個要點 去買東西、儲存、配製 或者煮食物的過程 想想可以預防霍亂 其實不是很難的一件事 有幾件事要跟大家分享 當中中秋節當過了田 那一年如果沒有記錯 香港是嚴重缺水 每三天供水四小時 即是製水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沒有水 換句話說 洗不到衣服 清潔不了 無法清潔 衣服 或者食物 甚至水運 再起去的時候 亦會受污染 剛才當中小花說 不是叫人吃糞便 但大家不要忘記 在香港曾經有一個行業 叫倒夜鄉 很多一些戰前的舊樓 其實沒有這個沖水馬桶的做法 仍然是要撒屎了 靠一些人想 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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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倒屎 這些夜鄉苦 也好 同時倒夜鄉的人 分分鐘就能碰到 或者碰到 這些受感染的人的糞便 其實也很容易就出去了 其實你也能看到 當時的情況 其實真的很嚴峻 這個霍亂 如果你有這麼多 其實霍亂和肺爐 其實我覺得是最寂寞的 你覺得呢 佐敦卿 小花 是吧 很難說的 我真的不敢說 誰致命的 其實可能每樣都是 這樣也是 當年這個霍亂 大家就會想 那個搞定了 今年的秋天來了 小花的片段 這樣說 誰不知 去到聖誕節 都重召 真真正正 也有人受感染 香港再次變了液浮 我根據吳浩先生的 香港老花鏡的資料 還有 到了一月底 那時候的農曆新年 才真真正正解除 這個液浮的警號 所以 並不是大家所說 譬如今次 武漢新沙士 大家可能會想 去到五、六月 熱回來 就隨時有機會 我們不知道 因為隨時 這個叫做新沙士 尤其是會見種 第一 因為它是一個新的東西 所以以前的東西 不能夠作準 當然我們可以參考 第二 其實跟那個溫度 也沒有相關 它可能可以很熱 譬如印尼 新加坡 這些地方 都一樣可以感染到 所以現在不清楚 現在很奇怪 大家又說 它有24天 就一定有感染 但現在有些個案 是去到48 是的 也可能因為 某些人的體質 都不頂 這個也可能 所以也不能夠 不過總的來說 一般來說 是兩個星期 三日至兩個星期 就是發病 所以大家也要 不要掉以輕心 尤其是 為什麼我們特意 要找這麼多資料 給大家看這些情況 溫固自身 溫固自身 還有一頁 很重要的 香港的歷史 好了 當中 大家要不要忘記 其實當中 這個霍亂的疫情 有一個很嚴重的 就是神棍 而神棍 為什麼找到 就是今天的 成交轉運 成交轉運 這些法國爛財的人 為什麼 因為你們無知 你們panic 你們沒有智慧 你們沒有知識 所以被這些 法國爛財的人 找到病 其實那個pattern 也是這樣討論 永遠都是 人類歷史 不斷重複 就是愚昧的人 西方的人 所以這些又是左膠 經常有人跟著人說 人類歷史不斷重複 錯 西方沒有重複 是你這邊 低端人口 不斷重� 人家是學到那個教訓的 好了 我給了一條片 這條片 當時政府 做廣告 我都很贊 當時做政府的宣傳的人 做了很多好事 第一 他馬上懂得找 Cliberty 來宣傳 如何預防霍聯 我們拍攝六十年代的香港霍聯爆發的片 我們拍攝六十年代的香港霍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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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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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